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写物品的话呢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是先抓住什么 特征 从大小 形状 颜色 质地等方面 对所写的物品仔细观察 因为不同的物品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即使是同一种物品也会有某些细微的差别 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 那抓住物品的特点写 就是抓住这一物品区别于另一物品的地方 大家明白吗 要抓住一件物品的什么独特之处 来着重的进行描写 第二 要按照一定的什么顺序来写 第一 比如说按总分总的顺序写 二 按物品各部分的空间顺序写 第三 有的物品呢 需按先外后内的顺序写 即先写外表 后写内理的顺序 这里呢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顺序也同样什么呀 非常的重要 那来看第三点 状物需要对所写物体展开什么想象和联想 不仅使所写之物能更加具体生动 还可以什么 开拓作品的意境 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这里跟其他作文不同的是 我们需要对状物什么呀 展开联想和想象 因为状物 一般状物都是怎样 它并没有思想 也没有感情 更加是静态的 对不对 跟景物一样 同样我们要对它展开什么 联想和想象 让它能够什么 活起来 这样我们写出来的状物作文 才会更加的感染人 才会更加的怎样呀 有意境 大家明白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写动物的时候 怎样写动物 那大多数小学生呢 都很喜欢小动物 看了以后总想把它们写出来 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写好 是吧 描写小动物的作文呢 诶 怎样写呢 我们来看 首先写什么呀 外形 首先呢 要观察小动物 包括什么呀 昆虫的外形 一般是写小动物的静态 首先来写小动物的静态 在观察时包括什么呀 颜色 长相 个头 都要如实的写出来 其次呢 要抓住什么 特点跟我们写物品的时候一样 也是要抓住什么呀 特点 独特之处 不能面面举到什么都写 只抓住它的独特的一到两点 然后着重去描写就可以了 第三 同样也是顺序 这点是相同的 先整体 再局部 最后整体就可以 那最后呢 为使描写更加的形象具体 同样要展开什么呀 丰富的想象 恰当的运用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 来对它进行什么呀 细致的描写 它的动态融入到静态中去 动静结合来描写 就会更加的怎样 富有感染力 好像把动物写得跟人更加的亲近 更加的怎样啊 有感情的存在 更容易感动人 这是怎样 写外形 外形呢 要先写什么 小动物的静态外在的长相 后面三点就是什么呀 跟写什么物品 时候是一样的 首先要有特点 按顺序展开联想和想象 那写动物独特之处还有什么 第二点 写什么 写习性 它要写习性 写小动物呢 还要细心观察它们的动作和生活 因为动物它是有生命的 那它在生活当中呢 就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什么 习惯 我们要写出来 那说到生活习性 因为小动物它是一个活着的生物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有自己独特的什么呀 生活方式 有它的习惯 所以 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在写动物里面 非常什么呀 独特的一点 那这些呢 是小动物的动态方面 例如写它们 吃食物 嬉戏的样子 相互追逐争斗的情形 如何助朝休息的情况等等 那前面我们展开联想和想象里面 所写的动态呢 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这里所要写的习性呢 是现实中的 也就是说小动物们 它们表现出来的真正的 什么呀 习性 生活时候的动态样貌 是不是 这里呢 也都要给它描写的怎样 细致一点 同样也要怎样 抓住每个动物独特的生活习性 进行着重描写 不要这样啊 全部都写面面具道 这样呢 反而不能将它的形象怎样啊 立体生动的展现在大家面前了 来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 小动物呢 也是有感情情绪的 那这里呢 我们要靠我们从它的 怎么样 叫声和动作中 用拟人的方法去体会和想象 诶 这里同样也提到了 用修辞手法去进行描写 比如说在童话故事里 经常会赋予动物类似人的说话方式 诶 小动物呢 会说话了 会唱歌了 甚至说会跳舞了 诶 这种写法都是我们从想象当中得来的 这里呢 就是可以通过什么拟人的方法 将它们的感情和情绪描写得更加到位 更加的什么 通俗易懂 更加有亲切感 那这样呢 就能写出小动物的性格 显示出它们的活泼可爱 实际上呢 也就写出了我们什么 写出了我们自己的感情了 通过描写小动物 写出我们对它的喜爱 与它之间所有生活中回忆的什么呀 珍惜 对不对 这里我们就都要注意一下 首先是写什么 外形写静态中的动物是什么样子的 接着呢 我们要写出它的习性动态中的动物 它们是什么呀 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要描写仔细 相同点是要抓住一两点 比较有特点的地方进行描写 大家记住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 怎样写什么呀 植物 植物它基本也是一种完全静态的状态 首先写前同样要什么呀 细心观察所写的植物 并做观察记录 因为它的动态变化是非常的非常的 什么呀 缓慢的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静态的东西放在那里 一动不动啊 观察时呢 先要看整体的形状 同样也是外形看外形 特征再看颜色之叶的局部特征 即生长环境 并把所看到的详细情况怎样啊 记录下来 那第二步我们来看 其次要安排好写作的顺序 这一点又是相同的 可以从整体到局部 先写植物的整体特征 再写它的局部特征 例如以主干枝叶花果等为序 并突出写其中的什么 一两部分 也可以按什么顺序呢 按照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 按它生长过程的顺序 来进行描写 什么时候发芽 什么时候成长 什么时候开花 什么时候结果 来按照它的生长过程进行描写 但是描写生长过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在植物的变化中 怎么样啊细致的观察 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步 借物舒怀 借物勇志 写植物呢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 对外形和色彩的描写上 还应该在文章中表达作者的 什么呀 思想感情 例如感悟人生的哲理 高尚的道德情操 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等等 那我们读过很多的古诗 古诗中有很多都是写什么呀 植物的 借植物来抒发作者的 道德情操和思想感情的 比如说梅花 对不对 梅花香自苦寒来 对不对 通过梅来抒发自己的什么 理想和意志 对不对 还有竹子 还有松柏都可以怎样啊 表达人的什么 道德情操 以及什么呀 美好的理想 大家记住了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动动小脑筋 咸咸 小身手 来看 选择一种自己常见的 A植物 写一篇400字的作文 题目自你 要求写作文时 把植物的形状颜色味道 写生动具体 抒发感情 语句通顺 流畅 这里呢 要求大家写一篇 怎样啊 有关于植物的 别忘了我们刚才学习的步骤 首先要记得观察它的外形 要按一定的顺序写 同样也记得 植物要怎样 借物舒怀 大家呢 要将植物赋予自己的感情和美好的理想 大家记住了吗 好了 课下 大家别忘了把这篇写植物的小作文写出来哦 让我们一起来小结吧 来看今天我们学到的是如何写什么呀 作物作文 这里呢 同样也是一首诗歌 我们来读一下 介绍 结果赞美 把 经典 大家都记住了吗 这就是我们写状物作文的方法 记得 记得比照着我们的儿歌 写出你们最喜欢的状物吧 好了 这些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等我们下期课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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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